以哈冲突持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表示 尚未与哈马斯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 而以防长加兰特也宣布 以军将很快在加沙南部开展行动 以色列当天有大约2万人游行示威 呼吁政府全力营救人质 还有反对党领袖要求内塔尼亚胡立即下台 并且为以色列遭哈马斯袭击一事负责 内塔尼亚胡18号晚与防长加兰特举行联合记者会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防尚未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 并称一旦达成协议将通报以色列民众 加兰特则宣布 以军将在加沙地带南部开展地面行动 加兰特还说 以军在加沙的地面行动进入第二阶段 哈马斯已遭到沉重打击 以色列军方当天发布视频 显示其士兵继续在加沙开展军事行动 以军还发布袭击黎巴嫩边境附近 珍珠党目标的影片 以军表示 其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先进的地对空系统 以回应珍珠党夜间向以军飞机发射导弹 以军报告称 行动还打击了珍珠党的一些目标 包括军事阵地和哨所等 数千名示威者18号抵达内塔尼亚胡 位于耶路撒冷的办公室 其中包括数十名被哈马斯劫持人质的家属 他们要求战时内阁提供更多有关人质下落的信息 或人质交换八人囚犯等方式 但以色列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参与示威的民众四天前从特拉维夫起步 一路游行至此 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也有参加游行 他要求内塔尼亚胡马上下台 为以色列遭受哈马斯袭击的事件负责 在特拉维夫也有数千人举行集会 要求释放以色列人质 就在当天傍晚 大约200名抗议者聚集在特拉维夫一个公园 督促政府选择和平解决方案 并拯救所有儿童 当局就派出多名警察到场维持秩序 在中东多国也有声援八人示威 在野门首都萨纳 数万名游行民众手持巴勒斯坦国旗和横幅 抗议以色列轰炸加杀 在巴林穆罕拉格也有数百人举行集会 他们高举标语牌并高喊口号 要求以色列停止种族灭绝 巴林议会本月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同时停止与以色列的经济关系 在黎巴嫩奈拜提耶 数千名珍珠党支持者参与了示威游行 几小时前 珍珠党称以色列空袭了当地工业区的移动建筑 但乙军并未承认这次袭击 此外 首都贝鲁特南部也举行了一场小规模集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